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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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悔过 就会得到神的宽恕 他却是怜悯我肉身的软弱 因为无论是谁 凡被撒旦夺去了 在主耶稣里的盼望的人 那人就必会成为沉沦之子 故此 亲爱的弟兄们呢 你们要改变自己的心智 要在全能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 刚强起来 听了彼得一席话 那些弟兄们终于痛哭流涕 低手悔改了 彼得见如此这般 这才心中稍宽 这时 长老们就问彼得 彼得弟兄 那西门马古事该如何处置 彼得道 听说他现在居住在罗马议会的议员 马萨莱斯家中 众人道 正是 彼得于是领着众人来到马萨莱斯家门外 只见大门紧闭着 于是有人上前砸门 门开了 一个仆人走了出来 问道 大家来自有何贵干 彼得道 这是马萨莱斯家吧 据说 马萨莱斯把那行邪术的西门马古事 供养在家中 你进去对西门马古事说 彼得就在门外等他呢 仆人听了 结结巴巴的回答说 西门马古事 确实住在我主人家 只是他现在外出 不在家中 原来彼得来罗马的消息 西门马古事也早就坦知了 西门马古事心怀鬼胎 听说彼得要来收拾他 自然心中怕怕 于是吩咐马萨莱斯及其家人闭门谢客 如果有人来寻 一律说不在家 彼得见那仆人神情不定的样子 知道他在说谎 正好临家门前拴着一只狗 彼得上前去将他解开 这时奇迹发生了 那狗竟然对彼得说起人话来 基督的仆人 神乃是深不可测的 你有什么吩咐吗 彼得道 你进那屋去 见到马萨莱斯和西门马古事 就对他们说 他们在罗马教会中作恶多端 公开与基督为敌 请他们自己主动出屋来接受惩罚 只见那狗纵身一窜 撞入屋门 仆人根本不敢拦住 马萨莱斯和西门马古事 两人正在借酒押惊 见一条狗净直来到酒桌前 马萨莱斯惊叫一声 哪里来的野狗 竟然敢来搅乱本一元大人的酒性 话音刚落 那狗眼若同灵 声若大众 你们这两个恶人 彼得正在屋门前 你们还不敢快出门 向彼得悔过 不等马萨莱斯反应过来 那西门马古事已经一跃而起 他脚底抹油 从后门狼狈逃窜而去 只留下马萨莱斯呆愣在一旁 这下 马萨莱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吓得身如筛康般颤抖个不停 心里想着 这是一条狗 怎么会突然说起人话来了 西大师平时号称是神的大能 能飞烟走壁闪唐云驾雾 我把他请到家来 把他像神一样的供奉着 怎么这会儿他听了彼得的名字 就不敢见面 反而落花逃了呢 他正在害怕着 仆人进来向他禀报 主子 门外的人越举越多 都嚷嚷着要你出去见彼得呢 马萨莱斯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 出门相见 来到大门口见到彼得 马萨莱斯不由双膝一软 扑通一下跪倒在彼得的脚前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都哭开了 彼得弟兄 你是基督的圣洁仆人 请你让我抓住你的脚 我罪该万死 受了西门马股市的欺骗 助纣为虐 为虎作娼 我现在知错了 求你看在我以前乐善好施 帮助穷人 放了我一马 求神赦免我的罪 彼得见状 一把扶起马萨莱斯 愿荣耀和赞美归于基督 你马萨莱斯如果真心向神悔过 承认你的谬误和无知 神必来赦免你 今后你还是我们的好弟兄 你去叫西门马股市出来吧 马萨莱斯赶紧报告 刚才那狗进屋传话时 西门马股市已经自后门溜走了 彼得也不追究 转身对众人说 大家都回去吧 想必这西门马股市也不会善罢甘休 不出数日 他必然再度现身 到时我再收拾他不迟 果然不出彼得所料 西门马股市不敢与彼得争锋相对 从马萨莱斯家的后门仓皇出逃之后 心中又怕又不敢服输 他自言自语的 西门马股市啊 你也太胆怯了吧 虽然十几年前被彼得诅咒 又被撒玛利亚的基督徒们赶了出来 但是你不是修炼了许多神功魔法吗 假之撒旦主子他老人家的真传 你怎么会听得彼得的名字就不这退呢 不行 你得挽回面子 撒旦主子破坏基督教会的大忌可不能功亏一篑呀 不然也不好向撒旦主子交差呀 西门马股市于是又让他的女弟子海伦放出风声去 说是三日之后 他要到市中心的罗马广场表演神迹 以示他的绝世神功 他这样做的目的 无非是向众人宣誓的西门马股市并不怕彼得 到了第三天 许多人聚集在罗马广场 都想看看西门马股市又要表演什么神迹 彼得领着罗马教会的众长老也来到这里 为的是揭穿西门马股市的妖术 过了晌午 还是没有动静 大家都在窃窃私语 忽然有人叫了起来 大家快看 那天空中漂浮着一个黑天使 众人举目观瞧 果然在广场上空正中 一大团黑影在风中刷刷的飘动 仔细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西门马股市 只见他身着黑色陡风 神情得意洋洋 像一个幽灵似的在空中飞来荡去 口中还念念有词 大家都听说那耶稣能升天 其实俺也会这一招 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你们看看俺 俺这不也升天了吗 众人都看待了 有的人就说 上次他飞越了罗马南城门 这次他又在大广场上腾空而起 看来此人还真的是大有能力的呀 大家都回头看彼得有什么动作 只见彼得不慌不忙 闭了双眼大声向神祷告 神啊 主耶稣基督 你如果允让此人在这里施展妖术 大放厥词 那么所有信你的人都要被击倒 他们就不会再信使徒们 借着圣灵所行的神迹启示了 主啊 请你赶快施恩吧 就让此人从高数坠落 让他的脚跌断 让他摔成瘫痪 再三处打断他的腿 话音刚落 只听那飞行中的西门马骨士 突然大叫不好 一下子停旋在空中数秒 然后搜的一声 身体来了一个自由落体式 直载下来 说是时 那时快 西门马骨士惨叫一声 栽倒在地 双腿立时跌成三段 几名同伙赶紧上来 架起他狼狈而去 西门马骨士就此不知所重 有传说说他逃离广场后就弃绝身亡了 又有传说说他是被人用石头砸死于罗马城下 总之西门马骨士没有什么好下场 从此以后 罗马教会在彼得的领导之下 拨乱反正 一切又重新回到神的道路上来了 但是一场危机刚刚过去 另一场逼迫又已经开始 当政的罗马皇帝尼路正在磨刀祸祸 他要拿罗马城中的基督徒开刀 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是 为达到铲除基督教会的目的 这个变态的皇帝竟然会下令纵火焚烧罗马城 话说罗马帝国在历史上曾有不少神经兮兮的皇帝 其中最为变态最为残暴而为后人所购骂者非尼路莫属 当然冰冻三指非日之寒 尼路的性格造就要从他的出身找原因 尼路出生于公元三十七年 他的父母都是贵族 母亲阿格里皮呢 是罗马帝国曾经名震义时的皇帝乌大为的嫡系后裔 幼年时的尼路可谓命运多传 三岁时其父就患水肿病而死 不久母亲阿格里皮呢 又因其家族得罪了当时的两位罗马皇帝提比刘和加里古拉而惨遭流放 所以尼路小时是由他的姑母抚养大的 到了皇帝格老丢登基后 阿格里皮那才被召回 按照家谱 格老丢皇帝是阿格里皮那的族叔父 格老丢前面先后娶过三位皇后 最后一位皇后居然参与谋杀亲夫 格老丢极为震怒将他处死 之后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欲寡欢的格老丢对守寡多年的族侄女阿格里皮那一见钟情 将她娶了坐地四任皇后 母亲做了帝国的第一妇人 儿子尼路也时来运转 虽然前任的这些皇后们都曾为格老丢生儿育女 但是子依母贵 加上阿格里皮那四处活动游说 最终让格老丢把拖过来的游瓶尼路确认为自己的儿子 又将太子的身份慷慨地授予了尼路 阿格里皮那在尼路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全力培养这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沿替了当时享誉罗马帝国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 辛尼加为尼路的私人老师 这位辛尼加先生可不是浪得虚名 而是响当当的超一流哲学大师 他在尼路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所以尼路的学业也很长进 哲学历史 演讲口才 吟诗弹琴等 都能玩他一手 如果不做皇帝 尼路做个二流艺术家也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 天下能掉下来皇位这么大的馅饼 少年尼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他一开始对亲生母亲阿格里皮那感恩戴德 言听疾从 但是 阿格里皮那是个慈禧太后式的人物 即诡计多端又心狠手了 公元五十四年 阿格里皮那命人在葛老丢的食物中下毒 葛老丢不知真相 事后暴毙而亡 这个葛老丢简直就是倒霉鬼催的 躲过了前任老婆的刀剑 却没有躲过现任老婆的毒药 总之他是命中注定要死在自己老婆的手中 即老丢驾崩之年 太子尼路才十七岁 他少年受苦 青年时代似乎开始得知起来 心中开始时感觉很美 这下我的屁股有福了 终于能独坐金鸾宝殿了 果然 不久他就顺理成章的成绩大统当上了皇帝 阿格里皮那从皇后升格做了皇太后 级别升高了 权力欲望也水涨船高 老公被他弄死 儿子又年轻 阿格里皮那于是公开干政 一时间他大权在握 叱咤朝野 朝廷上下只是有皇太后阿格里皮那 不只有皇帝尼路 更有甚者 阿格里皮那逼迫自己的亲生儿子与他乱伦 尼路的性格被这位母后大人完全扭曲了 尼路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天天长大 就一天天地对母后大人不满 阿格里皮那发现 对尼路越发难以控制 他灵机一动 被尼路找了一位皇后 名唤乌达威亚 这位乌达威亚公主 其实是死鬼阁老丢 与前任老婆生的女儿 也就是尼路的同父异母姐姐 乌达威亚公主知青之众 只为阿格里皮那的马首是瞻 此外 阿格里皮那还在朝中拉拢前朝重臣帕拉斯为其所用 这样朝中有帕拉斯监视 宫中有乌达威亚监视 尼路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都瞒不过母后大人 这样母子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直到有一天 叙事已久的火山爆发起来了 尼路依靠自己的恩师辛尼家的出谋画策 先提拔新人做禁卫军首领 然后趁阿格里皮那外出度假 而派人击杀他于度假别宫中 随后 又将帕拉斯流放 皇后乌达威亚则先被打入冷宫 又被流放至荒岛 最后被辞死 权力道路上的障碍终于铲除了 可是多年的宫内斗争生涯 让尼路总是生活在惶恐之中 一神一鬼的尼路又找了个机会 逼自己的恩师辛尼家自我了断 这样尼路的一生背上了 世母世妻世尸的恶名 不过尼路总算做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终于开始全面主持帝国的工作了 执政之初 他还算能跟罗马元老院一会合作 维持前朝的稳定发展政策 用武力平定了多次外患 又在首都举办希腊式的运动会 修缮大剧院和竞技场等文化设施 并取消包税人的科捐与奴隶拍卖税 罗马经济又高速成长 国际国内环境安定 帝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 和谐共进的景象 尼路那个春风得意啊 自己太了不起了 文治武功堪比先祖乌大为大帝 不 自己比乌大为还要伟大 清除于蓝胜于蓝嘛 乌大为搞过首都的建设 但是他老人家扩建的罗马城 一过时了太吐气了都拆了 这要搞就成改造 推倒所有就功就成 重建新功新成 乌大为不是曾经 逼着罗马元老院 将他自己列入了神的光荣行列吗 得了 这尼路也要加入神的队伍 于是他命全国上下遵自己为神 到处设立自己的肖像雕塑 供全国人民崇拜 宫中大臣争相溜血拍马 向尼路获他的雕像 早请是晚会报 帝国上下掀起了拜尼路的狂潮 但是罗马城的基督徒 只拜圣父圣子圣灵 对任何个人和偶像他们 都绝不跪拜的 这下基督教会就与尼路 统治集团产生了剧烈的摩擦 尼路得知基督教会 不肯敬拜自己 于是癫狂起来 这基督教会 胆敢藐视朕 想造反哪 顺朕者昌 逆朕者亡 传真欲指 追捕罗马城内外的基督徒 如果他们对朕屈膝跪拜 就饶他们不死 不然就大行伺候 格杀无论 历史上第一次以行政命令 公开逼迫基督徒 就是从尼路时代开始的 从此 罗马帝国 对基督徒所施行的逼迫 一直延续了二百五十多年 在尼路的命令下 罗马城血雨腥风 罗马兵丁四处捕杀基督徒 并使用了各种最残酷的方法 来折磨人和处决人 诸如定十字架 上火行驻 抛卫恶尸 与蛮牛禁忌等等 有软弱的基督徒 便捷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但更多的基督徒 在彼得的带领和鼓励下 以生命和鲜血 坚守住了信仰 有的逃离了罗马城 有的在罗马城 转入地下活动 却说公元六四年七月上旬的一天 尼路在罗马的宫中设宴 与几位秘臣欢迎作乐 他突然愁眉不展地对大臣们说 今年是朕登基十周年大庆 朕这些日子呢 忙着父子写诗 智取西秦 但是总是没有什么创作灵感 朕真是感到有些心灰意赖啊 钟爱卿有何建议啊 一位大臣就对尼路说 臣起奏万岁要有创作灵感 必须心有灵犀 身灵奇幻才是啊 尼路来了兴致 问他 这心有灵犀 朕自然知道 什么叫身灵奇幻呢 那大臣赶紧回答 万岁 所谓奇幻 无非是奇金 奇木 奇水 奇火 奇土 比如 奇谁者大将韬河也 面对奇水 人必思绪如勇 浮想连篇 再如奇火者烈火熊赤也 面对奇火 人必思绪迸发 激昂亢奋 这时尼路从座上站起身来 拍手大笑道 没想到 朕的大臣中居然有你这位人中诸葛 你刚才提到奇火 朕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咱们可以请起火来啊 何不来个纵火烧罗马城呢 没想到尼路会发神经病 提出这么个主意 众大臣都听呆了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知道如何应对才是 还是那位人中诸葛附和尚来 万岁真乃盖世明君千古一地眼 俗话说得好 不破则不立 烧成好 烧成无罪 烧成有理 万岁你想啊 你不是正要兴建新宫新城吗 要化许多的人力物力来拆旧房 还有许多钉子户顶着不肯搬迁 如果烧成 这些麻烦全部都解决了 此其一眼 火烧起来 城内一片汪洋火海 此其火必激发万岁你的创作灵感 你必写下几篇千古绝唱 流芳万事 此其二眼 还有 大火一起 像争着万岁的江山 红红火火 正好配合庆祝万岁登基十周年 这个主题 此其三眼 这一件三雕的事 臣举双手赞成 尼路得一地点点头 不过 如果让世人知道 是朕下令纵火 那么还不天下造反 朕的江山恐怕有祸呀 那大臣呢 这件事 只有我们在座的几位知道 万岁你不会说出去 我们这些大臣也不会说出去 另外呢 大火一旦烧起来 万岁你得找个顶罪的 把纵火之罪嫁祸他们就是了 尼路听了 哈哈大笑 爱卿啊 你也太有才了 此事正合朕义 城内不是有不少跟朕作对的基督徒吗 就说是他们极恨罗马人 使他们放的火 那么 朕就更有理由 可以严加处置基督徒了 这下 可是一件似雕了 说吧 尼路一致手中的酒杯 赵护禁卫军首领进来 暗暗地吩咐下去 准备好干柴素酒 过几天天树大造之时 放火烧成 转眼到了七月中旬 罗马的夏日格外的酷热干燥 先前接到秘址的禁卫军按尼路的计划 7月17日 尼路对外界声称去罗马城外避暑 然后带着一些文武官员移驾住避城外别供 一切安排好了 尼路派一个进尘回城内烧口信给禁卫军首领 下达了坟城行动的指令 深夜 当大多数的罗马居民正趁着微凉熟睡之际 禁卫军像毅然物品 撒上素油点燃 在极短的时间内 一场大火先由大竞技场开始烧起 然后火势迅速蔓延 一发不可收 天上又刮起强烈的西南风 更是火界风涨 风界火微 大竞技场的建筑不久就被烈火所吞没 随后 大火分成左右两股火势 左边的一股向凯旋大街烧去 接连着的凯旋门 战争纪念牌坊以及神殿等 都在刹那间化为乌有 右边的一股烧毁了帝国中央政府所属的 各大部委办局的关崖 还有紧挨着的其他别墅大厦 街道两旁的商店及民房也都化为灰烬 全城人民死伤惨重 哀鸿变成 那么此时此刻 尼路在做什么呢 他正站在城外别宫的高处 兴奋地观摩着城内的熊熊火焰呢 只见他身披紫色龙袍 头戴金帝皇冠 手端着玉酒 放侯高歌他的新师座 大火哥 大火起夕 灰飞扬 威家成内夕 便坟场 安得美人夕 守黄梁 众大臣忙不爹地拍马捧场 这个说 万岁座的诗 真是字字珠奇 句句锦绣 这个意境简直是太美妙了 简直是千古绝唱 千古绝唱啊 那个道 万岁座的诗 一句鼎一万句简直是出神入化 无语伦比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将诗的创作推向了史无前例的新高潮 尼璐呢更是洋洋得意 手舞足蹈 不能自尽 一会儿他问手下禁卫军首领 火烧到什么地方了 打月 已烧到元老院了 尼璐的 烧得好 过了些时间 他又问 火烧到什么地方了 打月 已烧到什么又中殿了 尼璐的 烧得好 又过了些时间 他又问 火烧到什么地方了 打月 已烧到万岁的皇宫大院了 尼璐的 烧得好 不料又过了一会儿 尼璐却一拍大腿大叫一声 哎呀 朕光顾的赏火银湿了 却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手指重沉的 你们还傻愣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快跟朕回城 组织指挥抗火救灾工作 众臣吃了一惊 兜兜 万岁 此刻再去救火 恐怕已经为时晚矣 尼璐的 废话 此时去救火 正方其时 第一 朕要亲临现场指挥救火 第二 将朕在城边上的私人花园敞开来 作为安置受灾难民的临时安置点 第三 下令将附近城市储备的黄粮运至罗马 镇绩百姓 第四 现其有关部门严查火灾原因 如是有人纵火 必将纵火之人严厉处罚 灭其十足 仲臣这才明白 原来 这位尼璐万岁是要玩贼喊捉贼 嫁祸他人的把戏啊 都说 半君如半虎 这尼璐皇帝不光是一头疯虎 也是一头颇有政治手腕的阴虎 大家以后更得万分小心加倍提防了 却说那大火共计烧了六天七夜 放眼罗马全城 已是焦土一片 满目疮痍 许多难民看到帝国皇帝尼璐 亲临现场指挥救火 又有大批难民住进了尼璐的御花园 还有大批的救灾粮及时运到罗马 大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竖起大拇指圣赞尼璐 当今万岁正是一代英主啊 我们罗马人正是有福 遇到了这位圣世明君 过了几日 尼璐又向罗马市民发出玉指 假惺惺的发出号召 朕一贯体恤百姓 爱民如子 如今帝国首都遭到了百年不遇的火灾 朕与百姓们一样都身为痛切 火灾无情 朕却有情 大家一定要在废墟中顽强地站起来 种旨成城 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下 重建美好家园 另据安全部门查实 此次火灾系维成为基督徒阴谋纵火所为 他们的头目叫彼得 这群人不服朕的统治散布谣言 迷惑百姓 朕前些日子已经下令查办他们 但是他们不思收敛反思报复 与全体罗马人作对 以致犯下纵火罪行 朕以令下一旨 令各级国家机关部门 全力搜捕罗马城内外的基督徒 务必将事实真相彻底查清 对于那些基督徒及其首领 朕必将严惩不待 以泄罗马的百姓 就这么一下子 本来已经处于腥风血雨之中 而且遭受重创的罗马基督教会 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在尼路的命令之下 许多基督徒被逮捕 被严刑逼供 罗马政府公开的 对他们进行残酷折磨 或钉十字架 或披兽皮 让恶狗恶尸咬死 或将他们钉上柱子作为蜡烛 其手段之残酷为世人法治 但是令尼路和罗马政府感到百思不解 甚至极为恐惧的事情是 基督徒们虽然经历着残酷的逼迫 但是当他们被绑到火形的墓柱上 和被抛给恶狗恶尸时 他们竟然能高高兴兴地向神唱出赞美诗 尼路等不可能懂得真正的基督徒 即使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纵然付出生命 他们对神对耶稣基督也是依然至死中心 他们的表现像当时的罗马人见证了基督徒 依靠神所拥有的永生的盼望 作为当时罗马教会的最重要的首领 彼得受到了教会弟兄们的无私保护 他们千劝万劝要求彼得保护好自己 甚至强行搀扶着已经年迈的彼得离开了罗马城 却说众弟兄将彼得送上罗马城外的亚比古道 从亚比古道可以直达地中海的海港 那样彼得可以顺利地回到较安全的中东地区 可是彼得心中非常矛盾 他想他有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往前走 逃离罗马 离开罗马的圣徒 等到风头过后再回来 二是此刻转回到罗马城 跟罗马的圣徒在一起 也为他们需要他的带领和鼓励 但极有可能面对那必来的死刑 彼得边走边祷告 求神给他明确的指示 这时彼得猛然看见古道对面走来一人 那人背着大大的十字架直奔他而来 彼得吃了一惊 他揉揉双眼 这是主啊 他怎么背着十字架冲着我来了 彼得赶紧迎上去高声叫道 主啊 主啊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那人果然正是耶稣 耶稣听到彼得的问话 他回答说 我要去罗马城 要在那里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说完这话 耶稣忽然不见了 彼得终于明白了 他应该返回罗马城 像主一样被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 他又想起当年主耶稣对自己命运的预言 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绑着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下 彼得心中豁然开朗 他终于知道 这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 其实就是那血色恐怖下的罗马城 他为主为真理而殉道的时刻就要到了 想到这里 彼得捋了捋长染 整了整长袍 主着拐杖 一步一步地返回了罗马城 一步一步地返回了罗马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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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